洪哥 今天這個場是還在施工嗎 完工了 這個是我們剛完工的一個 也是收益型的套房物件 不過這個物件 從二樓到五樓我們整棟幫他做改裝 那改裝的時候 我們不會 已經不是像以前 幫他改成一房一廳或者是 獨立套房了 我們這一次 幫他整棟 都以兩房一廳的方式做改裝 兩房一廳 這樣子租的出去嗎 我跟你講阿恰 這你就不知道了 現在在租屋市場裡面 兩房一廳是最自首可樂的產品 不幸今天就帶大家來看一下我們規劃完成兩房一廳的格局 先帶大家來看兩房的格局 現在站的位置 是他的公共區域的位置 公共區域我們把它留下來就是當成客攤區的位置 那在這個區域呢 我們有三個比較重要的規劃和設施 第一個就是 沙發區的位置 第二個就是餐桌的位置 第三就是 輕時霸台的位置 我們先來看一下沙發的位置 沙發的位置的空間呢 我們預留的 沙發跟電視的深度呢 都有到兩米多的深度 在放置了一個兩米一的大沙發之後 我們發現這個空間還是非常的寬裕 未來呢 房客入住之後呢 一起跟朋友 坐在這裡看個球賽 或者是打個switch 玩個體感遊戲 在這個空間我覺得都 非常好使用 接著我們看一下 餐桌的區域 與其說它是一個餐桌 我會把它形容成 它是一個 不錯的開放性的工作檯面 除了用餐之外呢 我們事實上可以在這個位置呢 拿著自己的筆電 在這裡上上網 查查資料 我覺得都還蠻愜意的 這個餐桌其實還蠻大的喔 另外一個空間 我們是預留下來的 它可能未來 可以放置一些小家電 例如說 泡茶機啦 咖啡機 都可以預留在這個位置 那這個餐桌其實 緊鄰著 入口的玄關的區域 所以 在餐桌的下面呢 這個 閒置的空間 我們也預留下來 把它當成一個鞋櫃 或者是一個開放式的 一個層架的空間 接著我們看一下 青石霸台的區域 這個青石霸台呢 我們都會建議客戶來做 這樣的一個配置 青石霸台的配置呢 我們之前都有介紹過了 所以這一次就不太多做說明了 這一次呢我們在青石霸台的旁邊呢 預留了一個空間 這空間為什麼會留下來不坐滿呢 原因是在於說我們有發現 很多時候租客都有以前 他們舊著開放式的層架 或者是有一些租客 他們會想要自己添購新的層架 所以這個位置呢 我們就預留下來 讓他們去添購開放式的層架 那這些層架呢 未來可以當書架使用 或者是一些 小型的烤箱 或者是微波爐在這裡擺設 都蠻好利用的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空間 預留下來 來到浴室的空間呢 也是我們標準的三件式的衛浴 乾絲分離都有做出來 那這個空間的配色呢 一樣我們用了比較灰色系 灰階的磁磚 未來比較好清理 比較好維護 我們磁磚的選樣呢 跟之前比較不一樣的 是在於說我們之前 可能會在主牆的部分 利用一些 跳貼的模式 裁切一些不規則的磁磚 做拼貼 那這一次 我們利用了 花磚的方式做配置 我們在中間的這兩個枕磚呢 就利用花磚的配置 那花磚比較特殊的在於說 它有一些 比較不規則的紋路 所以燈光打下來會有很多的層次感會跑出來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花磚的配置 我覺得也還蠻理想的 整個立體感的這個氛圍呢 我覺得非常不錯 接著帶大家來看一下主臥的空間 哇紅特這件好亮喔 有沒有感覺進來一大面的落地窗 陽光灑進來 在這個空間裡面 感覺就非常舒服 對啊我們連室內燈都沒開 對啊 所以我們當時在規劃上呢 把這個主臥的空間裡面的 通風跟採光整個帶進來 我們可以發現這個空間非常大 放下一個標準的雙人床之後呢 旁邊還有把走道 都留下來 所以未來在這邊 睡覺 下床 旁邊都不會受到動線上的阻礙 空間的配置上 真的條件非常不錯 可是為什麼我發現這個衣櫃 沒有衣櫃門 我們這個衣櫃 確實就是不幫他裝門 不裝門 灰塵不是都會跑進去嗎 當時我在跟屋主討論 想要讓衣櫃 保持一個空間感 假設我們把衣櫃門都裝上去 會發現這個空間裡面 會比較狹隘一點 那我們沒有裝門 未來避免掉灰塵髒污的污染呢 我們會建議做那種 拉簾或者是砂簾 讓他有一個阻隔 自然的灰塵就不會污染到裡面的衣服 第二個好處在於說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書桌放在這裡 假設我們這裡做一個門的情況下 動線上就會受到影響和阻礙 如果做比較軟質的砂簾 或者是拉簾的情況下 他在這裡活動在用 都不會影響到書桌的使用的空間 所以我們當時 給他的建議和考量是在這裡 在這個櫃子旁邊呢 我們也預留一些 比較留白的開放空間 未來可以讓房客 自己自由的去做使用 有時候屋主都會希望我們 做好做滿 系統櫃能夠做越多收納越多越好 但是不一定就會符合房客他的使用 比如說像我們這個床頭櫃來講的話 他這裡的空間 在我們一般規劃上 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整片都把它做系統櫃包掉 就不會看到有一根柱子在這裡 這麼奇怪 那如果整個做掉的情況下呢 可能會讓這個空間 看起來又更沉重 但是租客他不一定又合用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呢 我們寧願 讓這個位置 直接就留白 讓房客他自己去做使用 自己去做擺設跟規劃 反而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們來到 次卧的空間 你有沒有發現 跟主位有什麼不一樣 空間好像是一樣的吧 可是衣櫃小好多 對那其實 這個空間感其實差不多的 衣櫃有稍微縮小一點 那這個空間來講的話呢 其實我們也保留了一個 很大面的落地窗 那床的位置呢 一樣 我們放在中間之後 空間也是非常充足 只是說衣櫃稍微把它縮小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外面的區域好了 過去陽台之前呢 這個落地窗 還是要跟大家來 介紹一下 目前呢 我們這個空間緊鄰馬路 所以噪音會比較大 氣味艙的選擇上 就會選擇比較高規格 氣密性比較好的 來阻隔這個噪音 我們就來實測一下這個 聲音的阻覺性 噪音 噪上之後 有沒有發現 聲音完全都是被阻隔掉 像這種 臨馬路比較近的 這種空間的個案呢 一定要規劃比較好的 一個氣密窗 我們就到外陽台 帶大家看一下洗曬的空間 這個陽台洗曬空間 我們留的真的非常大 不僅能夠在這邊 曬衣服之外呢 還可以在這邊曬棉被 很少有這種 出租型的物件 能夠曬棉被的吧 這個空間的好處在於說 我們 這兩個過道 要進來這個陽台空間 都是獨立的 兩個房間 都可以通過他獨立的落地窗 就到這裡 曬衣服 都不用再額外經過別人的房間 就可以在這裡做洗曬了 我們剛才呢 帶大家看完了 前洞的 空間規劃之後呢 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後洞的空間 後洞的兩房的 格局的空間其實跟前洞一樣 只是翻過來而已 不過呢 這一戶裡面 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特別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帶大家看一下 一樣是兩房的格局 這兩個房間就沒有像前洞來講 那麼平均 房間的大小會有一點不一樣 這間房間會比較大 這間房間比較小 我們必須要讓這兩個 空間的配置能夠均勻 所以我們必須要來偷空間 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怎麼樣來偷空間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小房間 它這邊其實原本是一面牆壁 這個房間裡面原本就比較小了 我們如果擺上了一個雙人床之後呢 加上 書桌 要塞一個 衣櫥 真的就會蠻困難的 所以呢 我們直接就把這裡的空間 打掉之後呢 直接就塞了一個衣櫃 塞了這個衣櫃之後呢 就把隔壁的空間 吃過來用 這個衣櫃的後面 長得怎麼樣呢 帶大家看一下 衣櫃的背面就是長這樣 就利用了系統版 和隔壁這個大房間的衣櫃 兩個併在一起 就是融為一體 它可以平均的 把大小房間的這個格局 做一個平衡的使用 所以這個規劃上也是我們在 執行上還蠻常運用到 趁著這一次跟大家分享 以往我們在幫業主 規劃這種 收租型的案件 不外乎就是這種 獨立的套房 或者是一房一廳的格局 自從去年年初呢 我們開始建議 屋主來規劃這種 兩房一廳的格局之後呢 過了一年多 他們給我們的回饋有發現 其實像這種兩房的物件 房客是相對於穩定 而且房子是比較快租掉 為什麼呢 這一邊紅了來跟大家分享我 觀察下來的幾個觀點 第一個 像這種兩房的格局啊 市場上是比較稀缺的 因為大家對於生活品質 都是已經有在做提升了 早期那種小格局啊 小空間已經沒有辦法滿足 現在的租客的使用 再來的話呢 像這種兩房的格局呢 攤提下來不會比 租一房一廳來的貴 原因在於說 來住的通常可能是 同事或閨蜜 他們一起合租 一起share這個房租 攤提下來 都會來的比 單純租一個 大的獨立的一房一廳 來的便宜 如果是小家庭的話 那又更划算了 為什麼不去租 新城屋的兩房一廳的格局 房子是新的 公設完善 設備又好 怎麼不會願意去租呢 哈囉大家好 我是愛租屋的總經理傑斯 同時也是台中租賃工會的 教育委員跟理事 鴻妹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台中平均的 兩房租金為多少 大多數全新完工的 點評大囉 大概落在 兩萬五到三萬 那如果 你要租套房的話 平均落在的租金是 一萬 到一萬五千元 你就可以享有 非常好的生活品質 所以如果你要租 物件的話 用這樣的租金 可以讓你做一個參考 謝謝大家 感謝愛租屋幫我們回饋了現在 在新城屋市場上的一個租金行情 那總和我們跟愛租屋 討論下來的一個結論呢 可以發現 像這種分租型的兩房格局 確實有它的優勢 新城屋一間可能要 3萬多塊 但是像這種分租型的兩房 基本上只要2萬出頭 其實設備就已經建置得相當不錯了 再來的話 是大家很care的 使用空間 新城屋的兩房呢 那個主臥 塞下一張雙人床之後 我們那個空間其實就已經滿了 今天規劃這個 字內空間大概有15坪 不管是主臥或次臥的空間 塞下雙人床之後這個空間 還有剩餘的空間可以使用 對於這樣的房客使用的效益來講 真的是非常的加分 總而言之呢 我們經過了市場上給我們的回饋 還有業主給我們的反饋 這種兩房一廳的格局呢 非常符合市場上的一個需求 未來有想要改造 類似像那種收租型的物件呢 你的空間條件是 充足的情況下呢 不妨也可以參考我們 今天這種兩房一廳的格局 也會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今天影片就這樣了 如果大家對於裝修上有什麼樣 討論的問題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欄提出來 朋友我都會一一的為大家來做回覆 希望影片分享對你有幫助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期見 掰掰